炖豆腐出锅了 这道菜是我们家庭最普通的一道菜 但是做好了也是有技巧的 配料我选了虾仁 木耳 红辣椒 白豆腐 这个白豆腐比较是定型的这种 先把虾仁洗干净 豆腐切成小的薄块 盛盘备用 这个红辣椒是点缀一下 它其实只有味儿并不辣 去掉里面的芯 做菜就是每道环节都要细致一些 这样做出来的菜 既有味儿又漂亮 切成小块即可 小葱切段 既能起到味道又是一个点缀 再切一些葱姜蒜 炖豆腐的关键是要入味儿 所以调料要齐全 不能小看这个炖豆腐 认为放点葱姜蒜 加点水加点调料 一炖就可以了 其实这样肯定是不好吃的 所以我们加工每一个细节 从配料到调味儿 然后到它的烹调方式 都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下面提前准备个料汁 咸盐 胡椒粉 花椒粉 鸡精 白糖 生抽 老抽 老抽 蚝油 加点水 调匀 这个料汁就对好了 下面把虾仁也入个味儿 放咸盐 胡椒粉 料酒 土豆淀粉 放一点 下面先给豆腐焯一下水 这样不容易烂 加个底盐入个味儿 也可以去掉一些豆腐味儿 水开大约焯一分钟即可 出锅 出锅 把水滤掉 现在开始炒 油温热 油温热了以后 先放葱姜蒜 煎炒出香味儿 放入豆腐 煎炒豆腐呢 最好是煎个锅 油温热 尽量少用米茶 这样以免它烂掉 煎炒 煎炒均匀后 把提前兑好的料汁儿倒入 豆腐就是需要小火慢炖 有句老话千炖豆腐万炖鱼 炖的时间根据豆腐的多少和汤汁的多少 尽量多炖一会儿 这样才会入味儿 把入味儿的虾一并放入 继续小火炖 看看汤汁怎么样 再把配菜放进去 最后把小葱放进来 最后把小葱放进来 再淋入水淀粉 再淋入水淀粉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一盘儿简单的虾仁炖豆腐出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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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汁配米饭很好吃 这盘儿简单的虾仁炖豆腐出锅了 这个炖豆腐色香味俱全 大家可以试试 看着豆腐多有韧劲 也烂不掉 按着这个方法做一定好吃 我把重点操作步骤放在说明区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